猛摇扇子拿傘遮阳 猛热的天氣讓人大喊吃不消 小朋友忍不住跳進水池玩水消暑 日本各地從11號開始高溫不斷 全國從南到北有390個觀測所 測量到30度以上的高溫 中部的岐阜縣峻上八番市 氣溫上看35.8度 這連北海道的帶廣 也出現34.7度的高溫 警車來回穿梭廣播 呼籲大家注意補充水分 因為光在這一天內 日本就有600多人以上中暑送醫 有神社擺出水污器 又讓前來參拜的信眾消暑降溫 超級舒服 超級舒服 所以我已經不舒服 所以我已經不舒服 酷熱的天氣也帶動電扇的買氣 大阪這家電器航空這一天 就賣了20台以上 比平常多出好幾倍 日本氣象廳表示 這兩天日本上空暖高壓笼罩 從北海道的關係 氣溫依舊相當的炎熱 打算趁暑假 前往當地旅遊的民眾 千萬得備妥防曬消暑用品 以免水分流失造成身體不適 記者 萬仁君 綜合報導 總統